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大家不要死记 有些东西你比较熟悉了 看的次数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 你看这八卦 刚才咱们虽然讲了一些简易的记忆方法 简单的记忆方法 但是实际上你看的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 刚才咱们说的八卦 两两相重之后 就变成了64卦 你比如刚才咱们看的这个图 上边是前卦 下边是空卦 那么把这两个卦放在一起的话 就是天地匹 那么把这两个卦颠倒过来 空卦在上前卦在下 这个就是地天态 就是咱们说的匹吉泰来 但是大家要注意 刚才咱们说的 我因为在课堂上 我一般我都是把这两个卦呢 两个六要卦都画在黑板上 然后先问大家 哪个是让大家猜 哪个是匹卦 哪个是太卦 90%的人都猜这个地在上 天在下的是匹卦 因为觉得地在上嘛 那天地都颠倒了 那肯定是匹卦不好了 而这个地在上 天在下偏偏是太卦 这个呢 我觉得也反映出了 就是咱们中国古人的这种哲学思想 他认为呢 这个天在上 地在下呢 当然这个是很正常 但是这种情况呢 这个天呢 它是都是由洋药组成的 所以这个倾听者上升为天 重卓者下降为地 这样呢 这个倾的天老在上边 地老在下边 他们之间呢 没有交流 两个互不互不相干 这种情况是不好 所以这个天地匹 这个匹卦的匹字 在古华语里就不通的意思 就是没有交通 没有交流 这个他认为不好 而相反的方向 地在上天在下 那么它不稳定 它地呢 它是重的 它就要往下 它要有往下的趋势 天是轻的 它要往上的趋势 这样两者就要进行交流 他认为这样 它就有变化 这样才好 这个咱们说呢 还比较抽象 如果用人事来解释呢 就更好理解一些 这个钱卦 可以代表 刚才咱们说的 可以代表父亲 昆卦代表母亲 钱卦呢 在人事里边呢 它还可以代表领导 昆卦呢 是代表群众 这样咱们理解呢 就比较好理解了 如果你这个 当领导的 你是做官当老爷 高高在上 你把群众踩在脚底下 这样的话 你这个单位 肯定是领导不好 大家对你 都不会团结在你的周围 这个所谓离心离德 这样你这个单位 肯定搞不好 但是如果你这个领导 非常虚心 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 把群众的利益 永远放在最高的位置 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而自己呢 是最 摆在最卑下的位置 像这样的领导 那肯定会得到 群众的真心的拥护 这样你这个单位 才能够团结一心 群众都团结在 你这个领导周围 这样你这个单位 才会搞得好 所以这种情况呢 是态 通态 态的意思呢 是通畅 在这 意思是通畅 他就是说 他有交流 所以这个呢 也反映出了 中国古人的 很深刻的 哲学思想 我在讲周围的时候呢 每次呢 都是有一个问题呢 这个 我要不讲啊 课下都会有同学来问我 就是说这个 咱们俗话里经常讲 那个变卦 这变卦是 是什么 怎么回事 我用开头 咱们这个屏幕上也显示 这个变卦呢 它是从周易来的 因为卦本身 它就是周易里边才有 其他古书里都没有 没有卦 跟周易没关系的书里边 没有卦 当然后后来很多书里 他也有这个 用卦来算事 是吧 那么周易的这个 卦的根源呢 都是从周易来的 所以这变卦这词呢 它也是从周易来的 那么很多同学 就就是想象不出来啊 说这卦 它怎么能变 它在那待着 怎么就变了呢 所以这个问题呢 所有可能听周易课的同学 都会很感兴趣 所以在这呢 我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刚才他们讲了 就是周易的这个卦呢 它最早呢 它既不是来源于数字 不是 既不是来源于文字 更不是来源于外星人 这个 它是从这个 古代的数字卦变来的 就是最早 现在出土文物呢 已经发现了 这个数字卦 就是现在的 考古发现 已经证明啊 这个八卦 最早 是由数字 卦 演变来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从这个 周易大战金著里边的 这个古代试法 也可以得出这结论 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那一个多小时的 这个 用55根草棍 算了之后 算出之后 是一组数字 这一组数字 不超出 9876 这四个数字 刚才咱们说了 9和7 是羊瑶 6和8 你要碰到6和碰到8 是画一个阴瑶 那么 碰到6和碰到8 碰到9和碰到7 都画羊瑶 或者都画阴瑶 它有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就在于 这个羊瑶 是以大为老 就是越大越老 那么7和9 这个9呢 就是老羊 7呢 就是少羊 阴瑶呢 是次序是永远是阴 永远是和羊相反的 所以呢 羊是以大为老 阴呢 就是以小为老 它是6 是老阴 8 是少阴 那么 这个所谓老阳 少阳 老阴 少阴 在画的 画头的卦 有什么区别 这就有所谓变了 就是 你在数字的时候 你要是碰到了9和6 就是碰到老阳 老阴的时候 它就要变 就是由 怎么变呢 它同样是画一个羊瑶 你比如碰到9的时候 你画一个羊瑶 这个9的羊瑶 它就要变 怎么变呢 就是由羊瑶变成阴瑶 如果碰到一个6 一个老阴 那么它要从阴瑶变成阳瑶 就是这么变 这么说呢 可能还是不太明白 咱们具体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我随口说一个数字 就9876 组成的一个611挂的数字 比如说998766 这样你在你的笔记本上你画一下 998766 你画就是从下往上画 刚才咱们说的画挂都是 那么9是羊瑶 第二还是9又是羊瑶 8 画什么呀 阴瑶 7 又是羊瑶 6 老阴 又是一个6 又是一个老阴 那么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画出的就应该是这样 不知道咱们大家都画对了没有 现在就要变了 大家注意 这个羊瑶变的时候呢 就在原来的羊瑶旁边 画一个小圆圈 阴瑶变的时候呢 在原来阴瑶旁边呢 画一个小叉子 这样整个的这个挂呢 就会变 这个出瑶是羊瑶变成阴瑶 二瑶是羊瑶变成阴瑶 三瑶是八 少阴不变 不变那就把它照样画过来 阴瑶还是阴瑶 这个四瑶 是一个羊瑶 是七 它是少阳 所以也不变 所以也不变 也照样画过来 上边又是两个六六 两个都是老阴 所以两个都要变 都由阴瑶变成阳瑶 这样 就应该是这样 这边的变化之前的这个挂 叫主挂 这个挂 就叫变挂 这个变化之后的挂 就叫变挂 这个过程叫挂变 所以这个挂变 那就甭记了 这是主挂 这是变挂 大家看呢 就是这个羊羊旁边画一个圆圈 老羊旁边画一个圆圈 老阴旁边画一个小叉子 大家注意呢 这个小标记呢 就是标志老阳老阴的标志 你看老阳就是一个 他和这个羊一样 都是一 阴瑶是二 是吧 所以他一小叉子 也是二 这样 这下你也记住了 那么下边 我再随便 想一组数字 比如说 69 699678 那你在你的笔记本上 你再画一下 6 是老阴 9 9 6 7 少阳 8 少阴 大家看是不是 画出来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画 里面呢 又有四个 瑶要发生变化 四个 或者老阴 或者老阳 这个变化的瑶呢 就叫变瑶 或者叫动瑶 或者叫动瑶 或者叫变瑶 那么 它在变了之后 大家在想 刚才这样 变了之后 就是 阴瑶 变阳瑶 阳瑶 变阴瑶 阳瑶 扁阴瑶 阴瑶 扁阳瑶 然后上面两个是 78 不变 少阴少阳 不变 这样画出来的 应该是 这个 大家在具体看一下 这个几个 从三要挂来讲 到底是哪几个挂 变成了哪几个挂 这个 上边的是 坎挂 下边是什么呀 迅挂 它变了之后 这个上挂 这个上边三要的组成叫上挂 下边三要组成叫下挂 这个上挂呢 从坎挂 变成了 对挂 下边有迅挂 下挂有迅挂 变成了 正挂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刚才画的这个 这是主挂 主挂 大家看主挂的上挂是什么呀 显然是正挂 主挂的下挂 是对挂 变化之后 诶 正好上挂变成了 前挂 下挂变成了坑挂 正好刚才咱们说的是 天地匹挂 这个 这是雷泽 闺魅 闺魅挂呢 是 那个 那个挂药词 说的是 就说 少女出嫁 闺的是 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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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闺魅 少女出嫁 这个 这个挂 上边坎 下边是 迅 水峰 水峰井 这边呢是队 这边是阵 上挂队 下挂阵 这是 泽雷随 刚才说的 刚才那是雷泽闺魅 现在给颠倒过来 泽雷随 这个64挂 就是这样 都是六爻挂 都是由两个三爻挂组成的 上边一个 下边一个 这个 挂名 有同学觉得很难记 什么闺魅 什么随 什么的 这些 其实呢 也是看时间长了 我从来没有背过 说这个什么雷泽 闺魅 泽雷随 这些都没背过 慢慢的看的时间长了 就自己就记住了 可能也是因为 跟这个 周一 比较有缘分 这个 很快 很快的记住 不用太飞记 所以大家 我觉得周一里边 东西都不要死记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慢慢的 在兴趣的基础上 很快自己就 逐渐就记住 下边呢 咱们再介绍一下 就刚才说了 好几次的 这个周一大传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刚才咱们一直讲的 都是周一的经文 这六十四卦 由这个八卦 两两相成组成的 那么 这个所谓 一传 或者叫周一大传 这个大传 就是 它包括了 七种 十篇 文章 那么哪七种 十篇呢 就是所谓 这大传 这七种 十篇呢 第一种呢 叫 炭 这个 第二种叫 像 这个炭字 大家看 这发音当然也很奇怪 这字呢 在现代汉语里 咱们也很少用 这炭字 大家看 这个字形呢 就很像这大象的象 它实际上呢 它也是一种 体积庞大的猛兽 它比大象要凶 大象的特点呢 是鼻子长 这个炭字 在甲骨文里边 上面这个像 护柱的护字 这两个 实际上它就代表 它的那个锋利的牙齿 锋利的牙齿 所以这种东西呢 它牙齿很锋利 所以呢 它能够很轻易地咬断东西 所以这炭字有断的意思 从这个断的意思 又引申出判断的意思 所以这个炭 它的意思呢 就是解说 挂名 挂意 挂词 它解说 挂名 挂意 挂词 但是呢 它不解释 咬词 它的产生时间 大概是在 孟子和荀子之间 就是比较晚 就刚才咱们说了 以前人认为呢 早先人认为呢 觉得这个实意 都是孔子做的 实际上现在 据现在的学者考察呢 都不是 都比孔子要晚 孟子 比孟子还少 就是在孟子之后 孟子和荀子之间 下 这炭的分上下两篇 下分上下两篇 还有细词分上下两篇 这三种分上下两篇 再加上四种 说卦 序卦 杂卦 文言 一共是七种诗篇 这诗篇呢 合成大传 又合成十亿 就是吃饱的那个亿 十个翅膀 我看过一种 那个韩国出的 比较浅显的周易 解释周易的书 它是用那种连环画的形式 它那个实意 里边就是画人的书 书都长着翅膀 就是十种长着翅膀的书 这个实意呢 这个翅膀的 这个意义呢 也是辅助的意思 就帮助你 就帮助你理解周易的本意 像呢 也分上下两篇 它是解释挂像 挂意 和摇像 摇词 挂像挂意 那叫大象 摇像摇词 那又叫小象 总之呢 它是以解释像 为主 就是从像来 从像的角度来解释 这个挂像挂意 摇像摇词 文言 是指解释 乾坤两挂的 挂词和摇词 这个像 刚才他说像啊 大概成于战国晚年 比这个炭产生的时间要晚 文言呢 也是在战国晚期 比像又稍微晚一些 这三种就是 炭像文言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是逐字逐句的 来解释周易本文 和这个细词不一样 所以这三种呢 就是炭像文言 可以看作是一类的解说 细词就不一样了 细词呢 它是分为上下两篇 它是通论 周易和释法的大义 因为呢 它细于挂摇像之下 细于经文的后感 所以呢 叫细词 它的特点呢 是用阴阳学说 来解释 周易和释法的原理 这个细词呢 大概是 就现代学者 经过研究认为呢 它是战国后期 陆续写成的作品 第五种呢 叫说卦 这个说卦呢 是解释八卦的 卦象和卦意 前半部分呢 它写八卦的 形成和性质 后半部分 解说卦象和卦意 大约成于战国后期 续挂 是对周易六十四卦 排列次序 做理论上的说明 现在咱们看到的 这个周易呢 是乾坤 乾坤屯蒙 徐颂诗 这么一个次序 比小续续 吕太平 这么一个次序 它是六十四卦 但是早先呢 在这个 据现在学者考证呢 在咱们现在看的 这个周易之前 还有所谓 连山翼 归藏翼 据说连山翼呢 它的 这个卦的次序 第一个卦是更卦 归藏翼 第一个卦 是空卦 以空卦为六十四卦的开头 有人甚至认为呢 这个归藏翼呢 它以空卦为开头 所以它代表的是母系 士族社会的状况 啊 这乾卦呢 是表示呢 这个进入到 父系士族社会 当然这事不是这样 哦 现在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的证明 啊 那么除了序卦之外 啊 还有 这个序卦呢 它就是说明 为什么现在这个咱们看到的周易是 以前卦为开头 啊 然后乾坤这么迅速说 为什么这么排列 啊 它 对它的次序 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说路 啊 就说这个次序不是 随意排出来的 而是有 很深刻的道理 啊 杂卦 意思就是 卦名相反的卦 啊 说明64卦是由32组互相对立的卦组成的 这个序卦呢 可能刚才说的那个次序啊 对次序做说明的那可能成于汉代初年啊 杂卦呢 可能成于汉代 就是杂卦的这个产生的时间大概是最晚的 啊 异传的作者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七种诗篇啊 这些作者呢 大家听得出来呢 从战国到汉代啊 他拖了很 这个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啊 也不是成于一人一手啊 是成于众人之手啊 很多学者的思想啊 都加入了 这样呢 他对这些作者呢 他对于周易的内容大多加以隐身 啊 呃 以便阐述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啊 这些解说呢 构成了独特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啊 其中古朴的辩证法思想呢 非常突出 咱们在学习周易的时候呢 有一个事情需要注意 就是一传的解说和一经的本文的意思 往往相差甚远 啊 这个咱们在下次课讲到钱挂的时候啊 那元宏丽真这四个字 他周易的本文的意思和这个都周易大传的意思呢 就是这简直是风满牛不相及啊 差的很远啊 那么有个人说那哪个对哪个不对啊 啊 这个就没有对不对的问题了啊 只是就说 个人的理解不同啊 他周易的本文呢 他有他的意思 他是服务于这个詹诗啊 就是说 用咱们现在词说是预测啊 所以他应该是和预测有关系的 但是一传的解释呢 往往是把它提升提升到那个哲学的高度啊 所以啊 他是有有差距 周易呢 在世界上刚才咱们说了 有很大的 也有很深远的影响啊 咱们在这呢 非常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主要呢 是四个方面 第一呢 是翻译类啊 第一个方面是翻译类 这个最早翻译周易的 是法国的传教士 在1626年啊 把周易翻译为拉丁文 那么到现在呢 就是已经将近四 将近四百年了啊 在这四百年里面呢 有几十种文字的译本 有七十多个国家成立 或成立过 医学研究的组织和机构 在美国的洛杉矶呢 成立了 易经考古博物馆 还成立了 就是在美国呢 还有 就是现在啊 这个还有 国际艺经学会和 易经研究会 易经考古学会 这方面看来 咱们国内还比较差 咱们国内还没有一个 易经考古博物馆 国外都有 第二类呢 是所谓数理类 这开始于德国的哲学家 数学家莱布尼茨 他 这个莱布尼茨 咱们都知道 是发明了二进制的算术 咱们今天能够有电脑 电脑的这数学基础 就完全是二进制的算术 二进制的数学 所以这二进制呢 对这个世界呢 可是可以说影响很大 但实际上二进制呢 这个发明呢 是受到了周易的启发 因为周易本身 要是用数学来描述的话 就是二进制 他就阴阳 这个二进制就是零和一 他这个周易里边就是阴阳 后来呢 这个国外还有用这个太极图 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标志 太极图呢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阴阳云 就是中间一个正弦曲线 周围是一个圆的 中间一个正弦曲线 然后上半截是黑的 下半截是白的 或者这个这个 然后这个鱼的形状 就是这个白的里边 有一个黑点 黑的部分有一个白点 这个太极图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你看他这个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据说人的这个大脑 在这个用某种仪器观察的时候 他也是就显示出来的那个图像 就是太极图的图像 那么周易在世界上影响的第三个方面 是预测类 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算卦了 这个预测类比较早的呢 那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 荣格非常著名的这心理学家 他这个据说 很善于这个用周易来预测 这个二战之后呢 西方各国呢 又兴起以周易占卜为主的这个占卜热 还有哲学类 哲学类最普遍 这个呢影响是 在世界上影响是最大 而且最普遍的 比如这个德国的哲学大师黑格 他的辩证法呢 就受周易的影响非常深 早说的第三类这个预测类里边呢 现在这个在西方呢 也确实也是有一些呢 可能也是咱们想象不到 你像我这个在90年代初啊 我曾经翻译了一本 美国一对夫妇 他们用周易啊 算卦算了二十多年 然后呢 在他们六六十岁左右的时候 他们就是基这二十多年经验 把这二十多年算卦的经验呢 他们自己自己写了一本书 写了一本书 把它这二十多年里边的成功的这个例子 都搜集在这个书里边 也很有意思 我把这本书翻译了 翻译之后呢 可是挺挺遗憾的 当时呢就是拿到台湾 因为90年代初嘛 中国还比较这个这个什么 不是那么开放 所以大陆上当时可能不会出这书 于是呢就是台湾 台湾 因为他这个书就是台湾那个出版社 越有越有翻译的 但是翻译之后呢 那个书拿去之后到底出了没有 我都不知道 后来到台湾之后怎么样 而且当时90年代初也没有电脑 所以呢我手里也没有留在手稿 我特别遗憾 因为他那个 就是他的前言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就是他们夫妇俩写的一个就是很有哲学意味的一个前言 就是他们对这个因为二十多年嘛 他用周易来预测 所以他对周易思考的也比较深 他的那里边很多话 我翻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舒服 就是他的很多想法 我觉得和我有不谋而合的感觉 所以当时翻译有的句子觉得好像就是自己想说 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 他给说出来 所以当时我也觉得翻译的很得意 就是可惜这书不知道后来出了没有 后来我又好像拖一个人到台湾吧 去 然后我就拖他去找这书 结果他找半天没找着 后来我问中间人 中间人说很可能这个出版社在接了 就当时一批书稿 接了那书稿之后 可能出版社就撒谎了 因为台湾的出版社的那个诞生和灭亡是非常快的 他这个台湾那么一个小岛上有几千家出版社 每天都在诞生很多家 每天都在灭亡很多家 所以这个那书稿也就不知所终了 这有点遗憾 当然那个书呢 其实给我印象也很深 他这个作为美国一对夫妇都能够这么热爱中国的文化 这我觉得也是挺难能可贵的 今天咱们课就上到这 咱们试试